大家好,我是桑普 又見到大家了,新桑海神州又和大家見面了 這個禮拜比較遲,又和大家見面了 因為我今天主題都講出了原因 很感謝我拍檔在這裏,不離不棄,傑斯你好 你好桑普,終於見到你安全回到台灣 這個禮拜我都有點擔心,但你真是很有心 很有心的一個人去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今天我們第一節的新桑海神州就介紹一下你去的地方 我一直都不敢說,等你回來才說 你選了第一節,跟我們分享你這次旅行的體會 你就去了印度的達蘭薩拉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當然沒去過,但這個就是今天西藏的 代替了拉薩拉的地方 今天西藏的流亡政府的所在之地 那就是都是等於以前的拉薩 達蘭薩拉就一直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次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去達蘭薩拉去見這些流亡的藏人 是 這一次去達蘭薩拉 大家知道熟悉這個藏人的流亡歷史 都知道他的藏人的議會就是那個地方 是 也都是達蘭薩拉 也都是達蘭薩拉 也都是達蘭薩拉居住的地方 這次去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有一個研討會 就是他們有一個 Tibet Policy Institute 就是西藏的這個政策研究所 他們專門邀請外界的人 去那個地方到做一些分享和研討 有一天的時間 這個研討會也在網上也都公開了的 所以我可以講到這些公開的活動 也有緬甸的代表 有台灣一些很熟悉的藏傳佛教的人 有一個真的很厲害的 就是她是一個國會的議員助理 那她這個女生基本上 學會了所有的藏文的 就是她可以完全是溝通目外的 而且她是藏傳佛教徒來的 那我覺得非常難得 就是去到那個地方 她都分享她的經驗 分享台灣對於藏人 入境台灣的政策等等的東西 那緬甸更有趣 因為緬甸那個人就是打仗的 大家很多時候關心美國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東西 但是沒有關心緬甸 緬甸是內戰的 而她基本上呢 就是等於一個類似孫大炮的角色 不過她不是大炮 甚至是說 籌了很多的金錢去援助著 就是在緬甸的反抗軍 幫翁山素姬重奪這個政權的人 那簡直是新鮮事出的去打 發債券也有 用那些虛擬貨幣也有 用各種方式去打 所以跟她溝通很多的經驗可以拿到 而這個人在台灣住的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是相當難的 另外當然有些中國人 就是有一位是紐約的一些 就是叫做六四紀念館 其中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來到這個在印度裡 基本上是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所以我想就是說 不同的人去到那個地方裡 主要是跟當地的很多的一些 智庫的組織 還有一些是當地的一些 藏人去溝通 我們也接受了一些藏人的媒體訪問 這個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而我的體會是什麼呢? 這一次由於達賴喇嘛 她身體就不舒服了 因為她在美國弄完膝蓋之後 她上個月尾回到達蘭薩拉 感冒 前幾段時間也都有這個 大寶法王的一些法會 大寶法王也要感冒 達賴喇嘛也要感冒 所以她就盡量被見人 那可能就是剛剛我不太幸運了 那可能要再去多一次 才有機會想見到她的專者 專者的一種 其實你這次去到其中一個期望 都是想著可以見到達賴喇嘛 是 但是就雖然見不到 但是我會覺得旁邊的人 跟我聊天說的話 其實是很震撼的 震撼的地方就是在於 他們講到一些 甚至我知道有一件事 比如說對於基督宗教的一些批評 對於整個西藏流亡群體的 維繫的脈絡 其實主要是靠宗教 也都講到 比如說她被藏清會 又叫Tibetan Youth Congress 一班人他們想獨立 但是呢 達賴喇嘛 和她基本上那些 喪人行政中央的團體 是想搞中間路線 這個問題其實我一會兒都想問一下你 因為這幾年 這十年八年其實我們都看到 西藏的流亡政府的那個改變 如果你說從1959年開始數起 就是路去 當年共產黨鎮壓了西藏之後 他們開始流亡 出走 坐落在達蘭薩拉 打好幾十年 其實一直都是在說的就是西藏的獨立 但是這幾年是很明顯看到 就是有少少改變了 就是比較是被談西藏獨立 但是多了講的就是 只是會爭取這個西藏的自治 這個其實你這次去到有沒有 都跟他們有探討一下這些問題 有探討的而且他們內部也都有矛盾的 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就是說中間路線就希望 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 OK?回復1957年的17條協議 但是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相信中國共產黨這件事情的話 是被另一幫人不喜歡的 現在的流亡狀況 現在還有人擁抱17條貼業議 哇!真是很難想像 我覺得這個事情 很多人就是中間路線就是說 不在乎可以說 它既可以認同自己中國人 也都是認同自己西藏人 其實這個事情 就是某程度上 是喇嘛搞出來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不是希望批評達賴喇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達賴喇嘛是一個精神上的領袖 在佛教境界的地位專屬 這個我無意做任何的批評 但在政治方面 如果你仍然擁抱中間路線的話 很可能會 它叫做中間路線 中間路線就是說什麼呢? 我不是一定要追求西藏獨立的 我可以在中國這個框架裡面 尋求一個共識 回復到當時胡耀邦答應到我的 就是大藏區的自治 我其實已經收貨了 和平共處互相不會視對方為敵人 這種做法在中國共產黨 依然統治中國的時候 是很難做到的 我經常說 今天如果達勒喇嘛是一個政治領袖的話 分分鐘會出大事的 可幸它2001年 它已經統治了中間 政家分離了 今天就變了有一個所謂 藏人行政中央他們的選舉 跟大家介紹一下選舉制度 很有趣的 整個議會有45個人 45個人 10個人呢 西大藏區有三個不同的分區的嘛 有安多、有康巴、也都有遺藏三個地方 安多就是現在青海 康巴就是現在四川、雲南一帶 然後圍藏就是現在西藏的地方 這三個地方就是藏人居住的地方 將每個三個地方就是每個區畫十席出來 康巴十席、安多十席 接著之後呢 圍藏十席 我們之間會有矛盾的 但是這些矛盾因為專者在 大家都尊崇專者 所以基本上呢 維持總統的平衡 那為什麼分這三區是不是 因為人口來區分 不是 因為三個不同的地區 就是十、十、十 那怎麼選舉呢 選舉就很有趣的 選舉呢就是說 找回那些 就是 是藏人 藏人在不同的地區呢 就不是在中國裏面的人投票的 是中國以外的人投票的 那你就自己要報了 因為流亡政府會出一張Green Card的 綠卡的 這個綠卡流亡政府不是流亡政府 因為每個流亡政府 印度不會允許一個國中之國的 是 這個流亡議會 或者藏人行政中央 叫做CT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會出一張綠卡給你的 這個綠卡就是去投票的 整個達蘭薩拉分布了不同的投票站 那就被人家投票 其實最主要藏人在印度居住的地區 不是達蘭薩拉 在南印度的 也都有票站 知道 那接著在海外那些是怎樣呢 就很有趣 這三十席之外 還有十席 就是所謂的宗教代表 就好像香港我們所說的功能組別那樣 就是宗教界推出的代表 有十席 另外五席是海外僑胞 海外藏包 比如說在美國 在台灣也有投票的 那你選一個五席 那你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你海外那些只有五席 在裡面那些 就是在這個達蘭薩拉 或者在印度這個區 就是這四十席 就是這樣做的 就這樣處理 那你說投票 是有沒有電子投票的呢? 沒有 絕對沒有 是一張一張的 paper ballot 就是它有個票站 那馬上拿之後去點票 那到現在呢 有沒有賄選呢? 他說 可能會有部分地方 有些賄選的地方 但是一旦看到 這個人身敗名裂 因為藏人呢 就很著重這件事的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錯的話 就不行 那到現在 你說這個情況 就是行之有效 這麼多年 都在繼續選舉 嘩 我真的想 我想先補充一下 就是補充幾件事 首先我覺得 一路聽你說到這裏呢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我立刻想起其實 袁弓儀應該跟著你去 看看西藏的議會怎麼選出來 因為他都打算搞這個香港的議會 這個我不是拿來講笑 我覺得他應該差矛一下 因為西藏那個議會的組成很明顯 就你不可能在中國 在今天中國領土裡面 比如雲南、四川、寧夏、青海 所以那些藏人怎麼會投票呢 第二個補充呢 就是我覺得 第二個補充會跟大家講一下的 就是 其實 那個 另一個就是西藏跟中國今天那個矛盾 就是講那個領土那裡 其實都可以少少補充給大家聽的 就是 其實共產黨在講那個西藏 跟達賴、喇嘛 或者流亡政府在講那個西藏 其實是很不同的 流亡政府那個西藏仍然都是在講 達賴、喇嘛 經常講那個叫大西藏的概念 大西藏的概念 就是你剛才講的那些 安多、康巴那些 或者還有圍區那些 就是所謂就是雲南、青海、四川、寧夏那些 那些就是中國是不承認的 OK 那所以其實 就是 都成六、七十年了 但是仍然其實都是大家 答不到嘴的 就是講到 講到那個領土就已經 是答不到嘴 就是如果你是共產黨答應這個 達賴 給回那些領土 給西藏的話呢 哇 大哥你知不知道 整個中國不見了三分之一 OK 是的 我想再說一些這些補充 是啊 就是你 其實基本上 藏人聚居最多的地區 不是現在的西藏 就是剛剛講的大洋區 就是基本上 康巴、安多最多的 譬如達賴喇嘛就是安多出來的 就是青海湖隔離的地方出來的 它不是現在你所講的西藏 所以現在這樣割裂的方式 是在國民政府時期 去到共產黨的政府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削 自由的削 將你原始的區分割成不同的地方 然後使到你們整個地方予以削弱 但是到今天 藏人這個族 基本上是最高的地方 都是毫無疑問的 好了 你說這件事 它就跟我說 我們現在這個西藏流亡議會 就是Parlement in exile 因為我去到之後 沒多久他們開議的 就會吵架的 以前就很少吵架的 現在就是真的議會又吵架 這樣也是正常的 這個民主議會 怎麼會不會吵架呢 那你吵架的時候 他們都是以大賴喇嘛為念 沒有人說 不會支持大賴喇嘛 棄絕藏傳佛教的 就是這個佛教 或者大賴喇嘛 依然是一個扭帶 比如說你去到美國 你不相信基督教的 依然很多人視你為美國人 但是這個藏區不會 你說你不信藏傳佛教 你永遠不是自己人 就是你永遠是外人 就是你信藏傳佛教的話 無論你是哪個族裔的話 都歡迎你加入這個社會 它以宗教作為一個扭帶 這個是很特別的地方 香港沒有這個得天獨口的一種情況 就是猶太人有猶太教 藏人有藏傳佛教 香港人沒有這件事的 這個想像是第一點 因為我每次都用香港來做一個對照 剛剛你講香港議會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其實他們藏人的想法 就好像以前國民黨政府 來到台灣之後 於是就覺得 有一大堆國民大會代表 國大代表 萬年國代後你變成了 是的 萬年國代 想像是代表審安徽 西藏之類的地方 他們這幫人就是這樣想的 就是藏人那幫人的想法就是 我是康巴人 是 那我就是 雖然我在這個地方出生 或者幾年前離開的地方 但是我是在代表那個地方發聲 那個地方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也會發聲 但是我有時問他們 那你怎麼樣去 好知道當地的情況 我們有情報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了 其實你說這種關係已經很難很淡薄 你不是在選一個當地的代表 你離開了這些地方 去到達蘭薩拉 去到這個青內 去到孟邁 去到其他地方住 那這些人本身 不可以說還是那個地方的代表 是的 那變成了他們這種界分 是有點怪怪的 但是可以這麼說 安多、康巴、遺藏 三個地區 基本上是十、十、十的區分 那你說 我都見過一些議會的一些秘書長 裡面有些政府的一些重要的成員 他們都說到這個很重要 但是有沒有一個問題 跟他們的議會的人探討過呢? 其實你剛才也說到議會裡面有吵架 那這個很正常 但是會不會有明顯地 會找到一些好像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或者那個中共的滲透 這些有沒有跟他們談過? 是的 這個是第二個我要講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我也問過這個問題 有 我問一 我不講名字了 因為這些沒有什麼引述 有些人就會跟我說的話 是什麼呢? 就算有人滲透 我們都不會翻它出來 因為一翻它出來 一、破壞藏人團結 二、你翻不升翻的 而覺得這些情況 它就會比較疏遠他們就算了 就不會在那裡狂捉鬼 它說呢 香港呢 它都知道運動裡面 很多捉鬼的運動 捉鬼的行動 它就覺得這些會很削弱到 港人的團結 那麼他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用知而不和 就是不會跟它參與的就算了 嗯 這是他們的思想法 那麼我問一些 另外一些團體 就是比較獨立一些的團體 他說有的 那麼這些情況的話 就是一旦知道的話 就會將它摒起 那麼你說最難以理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去到這個地方 他們不會將自己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們有流亡議會 有他們的協議 但是記住這個地方是印度 所有人要守印度的法律 OK? 它會教育自己的組織 教人家怎麼守印度的法律 印度人有沒有做喇嘛的呢?沒有 我問過是沒有做喇嘛 為什麼?我等一下講給大家知道 但是你說這個這樣的印度的地方 他們會不會有自己的憲章?有 這個憲章有沒有執行力 法律的執行力?沒有 因為你的法律只有一個 因為你的法律只有一個 就是印度法律 OK? 對於外國的一些捐獻 外國有很多基金會 也會有很多的政府 就會撥款給西藏 支持這個流亡的政府 或者流亡的議會 或者藏人行政中央 或者說 但是這個不是政府的 這個只是組織 現在去到什麼地方呢? 只有11% 來自於藏人的捐獻 89%呢 是外國支持的 我就直接很靜言不諱地 跟他們說 這件事情是不行的 這樣搞的話 會導致到 你自己沒有一個獨立性格 對 他錢多了 absolute value 多了 OK?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繼續有自己自治的一個機制 而這件事情的話 不是健康的 他說他明白 他說這件事情要逐步解決 有錢最重要 而他們這幫人 無論是怎樣都好 他們覺得是極度依賴外國的製作 反而你說 譬如藏青會他們是不同的 這個是比較NGO的事情 他們有3萬8千個會員 分布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 三十幾個 五十幾個城市 他們好像一個大型的一個組織 一個NGO 就是藏青會 的西藏青年會議 Tibetan Youth Congress 這個不是政府組織 這個組織有四大綱領 其中第四大綱領就是講獨立的 這件事情跟現在的流亡政府 或者政權很不同 而他們的人馬是非常厲害的 三萬八千人 那也是中共滲透重要的對象 有很多中共在這個地方進去 希望這個地方挑動他們和達賴喇嘛的不和 但跟我們語會這麼多的人 基本上沒有一個人 不尊敬達賴喇嘛 他們擔心達賴喇嘛過身之後會怎樣做 因為達賴喇嘛他下了一個死命令 這個命令是什麼呢? 和平理性非暴力 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以他很難做革命 很難做獨立的動作 很難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說達賴喇嘛一死之後 這個命令就會解除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分分鐘就說他們覺得 有部分人都覺得 暴力或者叫做武力 與非武力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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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就是不開心也都不不開心 就是一種直靜狀態 而他覺得基督教徒覺得說 在天堂裡面 就是無時無刻都很歡樂這件事 或者很幸福這件事 是不能理解的 就是他很直接的跟我們講的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不是他們的信用 那些直靜是重要的 就是看到在藏區有很多牛的 那些牛很直直很大隻的 在香港的牛都很小隻的 撞那些牛很大隻的 印度裡面的牛基本上在路上面 去機場的路上面 一隻隻牛在那裡 在公路上面的 但是沒有車會撞到它 它會避開它的 那這堆牛很尊敬的 牛躺在那裡都很直靜的 就是好像有些烏鷹生氣它 它就在那些地方裡躺一下 但是你說是不是想這樣撞一下 我不知道 但是直靜 直靜又怎樣去繼續去抗爭呢 這個是一個矛盾 這個其實在上世紀 1950年代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看過西藏的歷史 你都知道的 就是都有爭拗過 因為那個宗教信仰是令到 就是這樣說 就是很多人 很多藏人都是追求那個宗教信仰 但是回到現世的時候 你要面對的現實 就是你要對著一個極權的政府 是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當然是應該的 但是但是你怎樣去 但是怎樣 就是怎樣用壯人的那個特質 去和邪惡的共產黨去交手 這個真的 就是七十幾年其實都沒有一個答案出來 真的 我覺得我看到第一件事 心偷問題 它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是的 金錢連鎖問題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說佛系 佛系 沒錯 對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這種堅持 會不會崩斷呢? 因為有一幫人就會覺得 喂 達拉罵死了之後 整件事就可能不同 達拉罵今年九十歲 它就跟人家說它會活到一百一十三歲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怎麼來 就說它不會這麼快死 當然它這段時間是感冒而已 它不是身體有極大的問題 但是你說是不是就是說 達拉罵好像只有尊敬 它在藏人的心目中是極度尊敬 一定啦 地位一直超然 超然的 就是你沒辦法理解到這麼超然 當然達拉罵它的道德 它的品行和它的神性 或者它那種不要神性的 它那種智慧是很深厚的 所以我自己雖然不是藏傳佛教徒 我是尊敬的 而且我會覺得是 所有的藏傳佛教的人 都非常明顯龍這幾件事 另外它的投票剛剛講的了 記住Paper ballot 就是紙面投票 而且記住藏人的行政中央 是得到很多藏人的支持的奉獻 所以它才拿到一張Green Card 那張Green Card不是印度政府給的 是藏人行政中央給你的 你用這張Green Card才投票 那當然啦 這種情況 藏人的人數不會很多 幾十萬 OK 但不會說非常多 但是他們不是說 為了一個投票 為了一場選舉 我將這件事奉獻 我的個人資料給你 不是 因為由五、九年到現在 他們一直以來 這個狀行政中央保留了很多資料 因為這個情況 得高網重 什麼叫得高網重呢 是達賴喇嘛支持這件事嗎 而因為達賴喇嘛 那些人才申請了一張Green Card 有張Green Card的好處是什麼呢 譬如說你有一天 你去到外國那裡 譬如說你在美國那裡 你拿到美國公民的了 你繼續保持著這張Green Card的 你可以繼續去選舉 剛剛講過有五個代表 選舉那個 可以投票 而且你有很多的藏人的福利 或者那方面 你依然享有的 美國不會認為你這個雙重國籍 因為你不是國嘛 那就變成了他們有這樣的好處 那你說政教分離是否做得徹底 不是 永遠是教優於政的 OK 就是說西方的政教分離是徹底的 就是Divis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但是這裡始終是 達賴喇說一句話 那些人怎麼都是照跟的 就好像共產黨說一句話 現在香港的立法會照跟一樣 他是一個精神領袖 是啊 雖然他2011年 他清清楚楚講明 他卸掉所有的政治權力了 沒錯 但是這個我們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他好像一個梵蒂岡的教宗這樣 所以滲透問題 但是喇嘛死之後的問題 財政問題 財政問題是大問題 我知道他去那個地方 如果大家是年紀比較大 行動不是很方便的話 我不是很建議去的 是 因為呢 這麼多的路 第一 沒有架空燈 第二 他們的路是山上來的 山上的路 大概一條 兩 就是基本上一條路 沒有畫中間線的 那些車是不斷閃的 之後你的駕車技術 如果那裡搞定 你基本上全部都搞定的 基本上你的地方是瘋狂 crazy driving 你不是crazy 要很小心 另一個世界來的 另一個世界 就是那個地方會不會很髒 喝水很多問題 我都不是 就是我只是這樣熱水 也只是喝一些bottled water 瓶裝水 就不會太大問題 那我自己去體會的情況就是 他們真的很虔誠 就是他們對於這個東西是虔誠 而且他們對達利喇嘛 每一間屋裡面都有他的畫像的 就是他有一張照片放在那裡 也有雪山獅子旗 那就是獅子是他們的神獸 那我想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們跟我說 他們跟印度文化的接近性 是遠高於跟中華文化的接近性 沒錯 沒錯 一直都是 那時候佛教是印度來的 是啊 佛教是印度來的 而他們叫黃教 因為黃教呢 就帶著喇嘛沒有黃色的 在那麼多個佛教裡面其中是 那他們有這個轉世的喇嘛 活佛轉世 還有很多不同的制度 那有一件事情 為什麼印度人很少成為喇嘛 是這樣的意思 是因為印度那些人 有印度教的 OK 而且印度的文化 還有西藏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西藏文化呢 就是藏傳佛教文化 有些像天主教基督教呢 他是報師的 就是譬如你看到一個窮人 哎呀 你很慘啊 於是糊塗分點麵包給你吃啊 或者說覺得你很慘啊 因為他幫下來 他有個婆婆過馬路不行的 你不幫他啊 那這些我覺得是人的本性 那當然 藏傳佛教一樣有 印度呢 是沒有這件事情的 印度不是說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它會因為有種性制度 它會覺得每個人是命定的 你今天你窮 你黑米 你黑食 是因為你可能前世做一些壞事 或者今時今日你屬於這個種 這種種性 你不得不言 所以你很少見人家 在印度那裡給錢給人的 你一旦給錢給人 整幫人就當你羊股那樣來 這個和中國也有些不同 中國那種是另一種世界 中國那種是扭曲了的佛教 真正就是如果你要看真正的佛教 其實就是藏傳的佛教 就保存得很原汁原味 試過它流亡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說呢 但是喇嘛就說他們這麼慘 那如果印度人來這個地方報私 就給你給他吃 比如說你來這個地方照樣派米 派東西或者派飯吃 好了 你一開過西藏那些喇嘛 你一開過門 哇 來自各地的印度人呢 就說來這個地方攤手把拿東西的了 那它受不了了 因為太多人了 搞得怎麼樣呢 第一 關門 第二 build a wall 真的build a wall 就是不會使他們 會再繼續這樣做 所以就停止了這些活動 那這個之後呢 印度人呢 就很少呢 就在那個地方那裡生活 我沒有聽過 我看到這麼多 有些人變經 就是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看著你在那裡變經 就是兩個喇嘛 在那裡互相 debate 那個經文 那我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他們都可以分享到一些佛教的 一些奧義 還有一件事想問一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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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去到達蘭薩拉 你會見 就是會有沒有一個觀察 就是在那裡的 譬如年青人 其實他們是不是都是 好像他們 就是對上那兩三代人這樣 其實就是 大部分普遍都是很想 去做一個喇嘛的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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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就會改變了 是的 他們有喇嘛的這個 這個變經的制度 普遍不會 譬如我認識 譬如西藏青年協議會的成員 他們不是喇嘛 他們是逐世的 那麼他們逐世的 這個是最多數 藏人做喇嘛 現在真的越來越少 是的 以前就很多 以前就真的 對 喇嘛呢 怎麼說也好呢 你會有經濟的保障 還有喇嘛 是不是多 譬如我們到處都會見到很多喇嘛 就是僧侶 他們叫佛法僧 如果學會佛教的人就知道 就是他們覺得有佛在這裡 有法 就是你有幾個教義 你也有僧侶的地方 就是好像教會一樣 你要有神 你要有教義 你要有教會的組織 一樣 佛法僧 基本上 俱備的 要很多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地方都有 甚至達蘭薩拉 記住 很多印度人居住的 但是他們兩個社群 會一起共事 做生意 共用生活 但是 宗教方面的思想是 黏不在一起的 完全黏不在一起 你會看到印度教有印度教的 但是產生的矛盾多不多呢? 產生的矛盾反而不多 這點是很容易的 是的 就是你譬如相對 印度和巴基斯坦 一個是印度教 一個是回教 那個衝突就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聽你這樣說 達蘭薩拉都是兩種宗教 但是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衝擊 沒有那麼大的衝擊 就是我看到譬如說 我在上達蘭薩拉住 那個名字是 如果你說 下達蘭薩拉有很多印度人的 那些印度人呢 就是你知道印度人是不吃牛的 也都因為有部分人是Muslim 所以很少豬肉的 通常是吃雞的 那隻雞放在那裡 有一個籠囊著它 然後就在一個地方嘔嘔嘔 然後賣一下菜 賣一下東西 那就過活了 壯人也不會黏著它一筆的 偶爾有幾個喇嘛 真的走的地方 都是進一些藏人小館吃東西的 藏人有藏的菜 就是譬如有些 他們好像台灣叫做板橋 香港叫做河粉 就是河粉類的東西是有的 就是挺好吃的 湯河粉 如果那些喇嘛和印度人化原 那些印度人會不會給它吃的? 喇嘛就不會和印度人化原 OK OK 因為可能給你一些咖喱雞 搞不定 他們好像用了化原這個概念 就是化原是看全佛界有這個概念 就是它要黑 有啊 以前西藏 以前西藏都有的 有人化原的 有喇嘛化原的 但是我沒有看過任何的喇嘛 拿著一個兜在那個地方 師主師主沒有 就是好像香港那些不會這樣 就是究竟跟 分類始終是宗教上面的東西 你跟黑衣是不同的 OK 所以就完全沒有可能比 就是不會拿著一個兜 它是不會跪的 就是拿著一個兜在化原 不會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件事 這麼多人都好像 好像我這樣戴著眼鏡 就是整個高級知識分子 這樣做喇嘛 是很有型的 一條步從頭包到尾 然後走到有自信有風的 就是這幫人不是一幫 就是好像香港那些和尚寺那些人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那我覺得是 就是好像一個聖人 或者我們叫做牧師 或者一些神父這樣的地位 而他們那些人學習當中 所以那些人很謙虛的 就是學佛學十幾年時間 才會成為一個 就是會選自己做的僧人 那是不是缺僧人 是 那你說是不是年輕一代 越來越打工是 我就說 喂 你11%你的財政 來自於這些捐獻 你不可以靠僧人捐獻的嘛 所以說他現在盡力 去鼓勵那些entrepreneur 我就說鼓勵那些企業家 就是如果藏人在外面 成功做一個好的youtuber 好的freelancer 或者好的entrepreneur 貢獻給這個藏人的政府 或者這個藏人行政中央的政府 藏人行政中央今天更加好 所以他們能夠做得到 他說是啊 我們公務員奉獻的比例會更加多 我們這些智庫奉獻的比例會更加多 所以他們會更加多的人在那裡奉獻 那我想這件事情 是我第一次新的體會 就是印度教講的就是說 我各自為自己的東西 我承認自己的命 之後也不會報師給其他人 那你報師給其他人呢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人家那個受你報師的 就好像要找你拿多些東西 那這個情況的話 它會很大的衝擊 他們會不會有矛盾衝突打架 沒有 有沒有內戰沒有 公不公用 好公用 就是不應該是共處而不是共用 我說錯了 是共處而不是共用 就是他們會不吵架 相處得到 各自各自做自己的事 就好像這間大屋 那比如說呢 有很多房間 每個回來就會睡自己的房間 但是大家不是很聊天的 OK 是不是聊天當然要怎麼投資 不會認同自己 和別人的鬚蜜 很特別的 我呢 我就遊走大陸這麼多十年 唯一一個遺憾就是 我沒有去過拉薩 以前都是因為忙的原因 一直都去不了拉薩 直到有一天我就決定 以後我都不會再去拉薩 我很記得的就是 當入了西藏 就是共產黨在西藏大搞旅遊業 跟著之後呢 就 當我發現西藏 已經開始在布達拉公下面 可以很容易找到木竹 那我就已經放棄了 但是呢 我在大陸這麼多年 特別在上海 上海那時候呢 其實都有很多藏人 住在上海 特別是在上海城王廟那個區 那裡那些 那我其實跟很多西藏人相處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很 很peaceful 很友善 還有很佛系的 那很明顯是跟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那個那個 宗教信仰是很有 就是很有那個關係 就是 就是我想 是很值得大家去 其實是去 找一些機會去接觸一下 就是西藏的人啊 或者甚至好像阿桑寶那樣 去達蘭薩拉 就是見識一下 其實他們有很多 他們有很多概念是 很有啟發性的 就是例如 就是歷久不衰 你現在今天還可以找回 就是試一下找回 比如西藏生死書啊 看看藏人怎麼去看 生和死啊 你會有得到很多很多的啟發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很正的 不過就是我經常擔心就是說 就是跟共產黨的鬥爭裡面呢 那麼佛系 那麼綿樣 那就是 其實究竟 就是長遠其實是 是有點難搞的 就是這個 這個流亡政府 他講到這一點 我之前都問到這一點 那他們那些佛系的人怎麼回答我呢 他說不是的 在這個大拉謀 我說在大拉謀那個自主我看過 我們做節目都有講過 是啊是啊 他講到 CIA呢 是當時訓練了一幫人 他們不是離開了1985 1985年1985的狀態 記得 於是就訓練了一幫人扭槍啊 那樣子想打過的 但是當然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打過 他五零年投降於這個共產黨之前是打過的 槍刀戰役啊那些 但是完全不能打 那種打法呢 當時差不多就 一邊是拿著槍 拿著手榴彈 另一邊呢 就是拿著一些矛 刀啊那些 還有他有到宗教信仰的限制在那裡 那你完全是不能搞的 那你說再早一點 就是再 譬如回到19世紀 可能有英國政府 照著他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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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拉薩 去到 1950年之前 其實 他還是一個很好的經濟旅遊區 當年 那裏有名牌買的 有勞力士啊 那些都可以買的 那裏 發展過來的 但是那些已經是以前的事情 那就是 毫無疑問那個宗教是對 就是你撇不開的 怎樣性格分離都是撇不開 譬如說如果你拿他們和維吾爾族人比 那兩種人來的 大哥 維吾爾族人就跟你死過 大哥勇武真的沒什麼問題 勇武沒有什麼好爭拗的 那所以 所以共產黨是兩套 兩套東西的 就是禁維吾爾族人是重手很多的 就是現在的 新疆啊 集中營啊 那些那些 但是藏人是很容易欺負的 OK 那這個是 就是怎樣回到自己的 應許之地呢 那這個 這個真是 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是的 我問他們 你們是不是有一天會想回去 當然 這些問題跟香港有關的 就是我們離開了 比如我們兩個了 那是不是有一天想回去 你說 怎麼會不想回去呢 但是他說只要 你有一天是 共產黨統治的地方怎麼回去 就是他覺得 離開了的地方 就不回去 而他們很多人呢 我每次跟香港人的心境一樣 一個人 他來了這個地方 他爸爸媽媽就是西藏 是 於是 於是他就 他就要一個 一天國團 永遠不會想念他 一天就是 請他們出去 而自己閉口 或者就是說 有些壞人 就是專門被共產黨控制著 他們都要面對著這些壓力 他們都要面對著這些壓力 要被鬼 有的 怎麼會沒有 所以我就說這些壓力很大 有些是完全撇脫的 整家人離開的 也都非常幸運 我這幫人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 家人裡面有很多的 然後傳哪一個是鬼 哪一個是鬼 哪一個是什麼 不絕於意的 所以他們最終的就是 不抓鬼 那這件事是好與不好 那就不得而止 就是大家自己各自有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很想 最後問你的問題 就是比如after 去完這個旅程 你作為香港人 其實在那裡可以吸取 就是給你一些什麼的啟發 或者是 就是你 我想你一路整個旅程 都會想著自己 就是他們走過的路 其實現在香港都在走這些路 是啊 第一件事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鄉仇以及身份認同 他們怎麼去克服 我看到那個過程 就是我看到現在的西藏 看到幾十年後 如果香港都維持自己的現象的話 是會有一幫海外社群的 但是他們的扭大 他們記住 有一個宗教和宗教領袖 宗教組織 壯人流亡的議會去維繫 這件事香港沒有的 就是說你如果要有的話 也都是比較特別要做的 第三 如果你要搞一個香港議會的話 記住 壯人整個體系 是沒有電視投票的 OK 也都是首先要有一個信任 很望重的一個情況才會有的 OK 這個起碼有分別 就是我講的分別在這個地方 你呀 我們要看自己的路 但是人家真的會這樣 我會問清楚他整個制度怎麼設計 就是這個是不同 你應該帶員工去 下次 他自己周遊列國 自然會有自己的心頭好 我相信他都知道 外面的人是怎麼做事的 喂 我們香港人 是不是應該高科技 過這個西藏人 我們都應該可能有電子投票 是啊 可能你會有 這個技術問題 是 但是藏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喂 他說真的藏人 可以搞這個電子投票嗎 喂 很多藏人 拍YouTube也有 就是各方面 為什麼他今天不搞呢 是因為怕這個公正性問題 還有他們是 不是因為為了投票 於是把資料給別人 而是因為他有一個可信任的達賴喇嘛 崇敬的達賴喇嘛 還有他的政府才會將這些資料給他們 很不同 就是不要轉向其他方向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們本身是以宗教去領行的 所有東西是政教雖然分離 但是教大於正 教會或者叫做 你叫做 就是戴拉賴這個專者的行為 精神 精神他們說 永遠高於政治的 政治上的獨立不重要 宗教上的獨立才是最重要的 我問過很多人是這麼說的 就是宗教上維持藏傳佛教的體系 這個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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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沒有這個地方可以參照的 其實 其實現在 現在已經有了這個 第十五世轉世靈同位了 沒有 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如果傳統上 應該要等達賴喇嘛 死了才 找到第十五世的轉世靈同 是啊 達賴喇嘛傳統上講過 就是找什麼呢 我要發明一個新的白質 他發明的 就是說 他死之前 他可能已經有個轉世靈同出現了 或者說 他由他去指定轉世靈同 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抵抗 中國共產黨的 真是很慘 是啊 真的 我都沒有辦法跟你講 究竟他怎麼搞 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對抗 邪惡的極權 邪惡的極權 就是他一早已經整定了 這個喇嘛還有誰啊 還有啊 死了 突然間 班禪 是的 就是兩個再小 現在都會 就是北京 要拿這個話語權的 很邪惡的 所以是很拿命 班禪已經沒有了 班禪已經做了 其實我問 你知道班禪在哪裡 我問藏區那些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已經不知道班禪 班禪已經被人消滅了 是啊 但是那個流亡政府 仍然都是延續了59年之後的 那個加夏政府 是的 他是這樣的 他說前加夏 就是加夏政府 他們以前有一個建築在那裡 但是現在因為有一個叫 藏人行政中央 就是2001年之後 加夏政府的建築在那裡 但是已經沒有了加夏政府了 就叫藏人行政中央 就是CTA 不是CIA CTA 那他們CTA就基本上有施政 就是有一個 就是好像總督那樣的地位 就是我們肥棒那樣的地位 那下面就是很多整個機構 有外交部 有逐個逐個部門 這個建築是外交部 這個建築是財政部 這個建築是教育部 有的 他們有自己的學校 有自己的課本 教自己的藏語的 他們有審計部 各方面什麼都有的 這個其中一個目的 其實都是應該 想走回到自由的世界裡 讓自由的世界看到 它是一個民主的 組成的政府 是的 我雖然說 它的東西有善與不善 我們都會說 我不會因為 但是喇嘛很崇敬的 於是乎 就什麼都很好 我覺得我不會做這些節目 它的不好 我覺得會跟大家說 它的好 也會跟大家說 它們的平和 它們的和善 它真的很厲害 你街邊擺賣的人 沒有像中國人想欺騙 來搶你 是的 那些人是善良的 我告訴你 我分享一個經驗給你聽 我在大陸住的時候 我去過很多藏 譬如剛才提過的 上海城王廟 那邊都有一個藏人的小社區 那個感覺是 你進去 你是從來不會害怕的 你甚至覺得很peaceful 你甚至 我那個時候 刻意去找 有些 好像找朋友 你有時候會有些店鋪 它會認得你 你可以跟它聊天 我最喜歡好奇問的 你經常買那些手信 是不是真的 假的 因為我都買不少 那些西藏的東西 但是相對 反過來 如果你去過烏魯木齊 你看一下那些 維吾爾的今天的settlement 這些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一些叫做維吾爾的區 其實好像settlement 那樣的 好 你簡直是會看到那種劣質殖民的統治 然後告訴你 你是不夠膽 就這樣走進去一個維吾爾族人的區 為什麼 因為你很清楚 你自己是一個黃種人的面孔 OK 所有人是帶著仇視的眼光去看你 還有他們每人 他們每人身上 很多時候都托著把刀 大哥 用了你都可以 所以 不是貶義 對維吾爾族人和藏人 但是他們是兩種的族人 是很明顯的 我們討論過就是 維吾爾族人就是 就算要死 你死不是我死 藏人就是受到不良上 我死不是你死 這個自焚 是很悲哀的 因為藏人看死這件事 是happy的 大佬 是啊 死是喜事來的 大佬在西藏 就是寫了幾本書 大家也看過 譬如《Perset of Happiness》 然後剛剛講的 《西藏生死書》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 它突破了那條盲腸 就是很多人 那些頭盤人堅持要說屠博 就不說西藏 那我就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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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你問我講西藏的話 他說沒有所謂 你這樣講 而且我們中文名字 它都叫做西藏 譬如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 藏人行政中央 它中文都這樣翻譯的 就是它不會叫做 陶博人行政中央 不會的 所以它會覺得 你這樣講 你講藏西藏 完全沒有反感 就是這件事情 跟East Turkish很不同 剛剛你說到那幫人 都不特決 真的跟你反面 是的 就是你講中文是特決人 他們都會覺得 你覺得這是什麼正確 這個就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問他們 如果你說中間路線 是否一個妥協路線 就是說等於先有中間路線 最後支持獨立 不會 支持中間路線的人說 我們不會像共產黨那樣講假話的 我講得出就認得出 這個就是終極的立立 就是說跟中國人和平共處 就是說一國兩制就是終極的了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泛民 那本土派也都有的 大概現在佔兩成 跟香港好似的 就是幾年前好似的 支持真是完全獨立的 大概兩成已經看到 八成的人是中間路線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 維持現狀 就是它要 不是維持現狀 它就是真正的一國兩制 就是那幫人說的 真正的一國兩制 那如果這樣搞的話 哇 真是 真是 這樣沒得搞啊 大哥 這樣你真是別傻了 大哥 跟你說一聲 我作為香港人 跟你說一聲 你別傻了 共產黨靠得住 豬那會上樹了 大哥 沒錯 那幫兩成人就跟我說 共產黨是絕對不可信的 千萬不要信任共產黨 所以就說你中間路線 只要你一天有共產黨 你不可能有中間路線 不過因為達賴喇嘛講過 就是這句話已經不是理性討論的 是一個宗教層面的東西 達賴喇嘛講過嘛 所以你要跟 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覺得 他們藏人始終在宗教 和獨立的政治思考方面 它沒有一個並舉的東西 而且它一定是 宗教壓在這個政治之上 這件事情的話 是未完全形成真正的 所謂我們現代文明的一種制度 這個是一個 我會覺得是這樣 但是你說 他們是不是外人 不是很好人 招待我很好 他們善心 對於很多的生靈 是非常尊重的 就是我看到它 有一個人 有隻蝸牛 站在馬路旁邊 他拿一個紙 筆它 扔回它的蟲子裡面 怕車子走過壓死它 就是那些蝸牛 它也不會踩到它 也不會愛它的 它自己身上帶著一些卡 對生靈的尊重 這個是對生靈的尊重 你想想這些就是很細微的東西 我會看到是 他們的一種 就是一種給我覺得是很值得尊敬的 哇 就是感受到你 想著再有 再去翻出的意思 是不是 下次帶我 不帶袁爸爸 帶我去 帶你去 我想很快的 就是和你一起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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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又遇到一個樽頸位 我問你了 我們現在第一節做了五十多分鐘 OK 你還沒講下一個話題 那你想不想著 講完這個 講完這個 講十分鐘左右 好嗎? 好啊 OK 這個就是這樣的 曾經因為在2011年 擊殺極端組織阿爾蓋達領袖拉登下 廣為人知的 美國海軍特戰單位的海炮陸隊 就是SEAL Team 6 目前正在美國境外基地做秘密訓練 因應中國可能侵害台灣的環境 這邊的報導就是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講的 這個海炮陸隊 就是在華府東南方大概250公里的地方 在Virginia Beach的總隊的地方 針對台海海南發生的情況 有計劃訓練 突顯出要怎麼樣? 撤頭啊 他沒有講到白 但講到最後就是斬首行動 為什麼講拉登? 拉登就是被美軍這個海炮部隊斬首的 你不知道就看 Zero Dark Thirty 是 那你就看到他了 是的 我記得當時奧巴馬做總統 他就在白宮深戰室裡看著那個直播 whatever 這個就是當時的情況 這個就是針對台海發生的情況做計劃 可能已經做過N內的事情 就是由以前奧巴馬 一路到特朗普 一路到現在拜登 都是這樣做 意思就是什麼呢? If you bomb Taipei we will kill you 這個不是就是 we will bomb Beijing we will kill Xi 那這個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那我就說 那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獵豬頭行動 其實就要加個豬字 pick h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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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自由世界 去到某個位置 你以為自己很厲害 但是去到某個位置 人家覺得你對於自由世界挑釁的話 不得了 我覺得這個報道報出來 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先不要說這個哪個總統功能 我覺得整個美軍 本身的基本上 對於中國的一定有計劃 就是將計劃放得多高 這些跟總統沒有什麼關係的 其實 跟總統沒有關係的 跟總統沒有關係的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所以豬頭要害怕 豬頭要害怕 你哪個執政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出事 第二樣東西就是 豬頭你要知道這件事 你會死的 人家就是獵頭 是很容易的 喂 拉登這件事 部署幾個月 就已經將你 0.30 已經將你0了 喂 你襲豬頭 你以為人家沒有情報嗎? 但有時候 要不要跟你在這裡 開會的時候 喂 昨天你這個地方很有趣 挺有趣 豬頭要跟你講這些相關 嘩 這樣嗎? 我和你不是不同的看法 你獵豬頭 你知不知道 你只要 喂 在中國 只要打假 這一下 你已經美國人 未必是強項 什麼都有假的 你獵了那個豬頭 你以為真是豬頭 大哥 你起碼要獵六、七個豬頭 才可能中 大哥 很高難度 拉登 你真是的 拉登很誠實 剛才沒有英國 剛才沒有英國 豬頭也沒有英國 是不是 我就說 記住這件事 不是隨時殺他 不是現在殺他 他攻擊台灣的時候 真的要殺他 那這件事我想 已經在整個美國戰內一樣 但是你說 這些軍企的部署 一向都有很多的選項 那他只是說 這個是scenarioA scenarioB scenarioC 不代表 他已經決定了 一定要殺豬頭 沒有這樣的事 他只是說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一定要把它放在那裡 那看一下 哪個總統執政呢 就會看一下他用哪張牌 用A 用B 用C 所以選總統也是重要的 因為呢 選到一個廢物的話 一開燈 廢燈的話 分分鐘就說 不要緊了 我們聊聊天 那不就不同了 所以三軍統帥都是重要的 你不可以說 這個完全不重要 有廢燈繼承人 現在可以嗎 大佬 嘩 可以嗎 不知道什麼事 我呢 我就補充一點點 蕭天瑟這個 金融時報報道 他們已經訓練了一年多 都是集中在針對台海 那就當然啦 剛才就是給了個角度給大家 因為他獵過拉登 那所以呢 就 他是有獵頭的那個能力 但是其實我覺得 除了這個獵頭的能力之外 其實都說到給大家聽的就是 就是 一是不打 我們說了很多次 一打其實是沒有得打 你只是說這些蕭天色 就給了你一個感覺就是 人家打了幾十年 在地球上有什麼沒打過 心經白節 還有人家是真的 落手落腳打 就不是你 好像你這樣 你就用把口去打而已 你都打了幾十年 但是用把口去打而已 那所以呢 我自己看了這些報道 偶爾都會出這些 其實你就會想 就是都會再一次去強化一種看法的就是 你猜真的打起來是有得打的嗎 喂大哥 再 要 remind大家 蕭天色是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小部門來的 大哥 還有那些delta force 就是還有一個龐大的艦隊 這些他們全部 總之總之 總之overall說一句 美軍打仗是身經白戰 你不用理 你不用理美國的媒體 或者那些美國那些智庫 我經常會跟你分析 哇 現在共產黨是多厲害 我們經歷過 冷戰年代 大哥 在列根之前 那十幾二十年 我年輕的時候 每天都聽到美國人說 蘇聯很厲害 OK 喂大哥 不要打他 他真的很厲害 1991年後 他自己爆了 美國人最厲害 美國人最厲害的東西 打你之前一定說你很厲害 OK 因為你不厲害 我怎麼打呢 就是會等於小布殊打 打這個薩達姆一樣 你有大殺傷力武器 喂大哥 你有殺傷力武器都不夠 你是要有大殺傷力武器 那我才回答你 那所以你是不用理他 誰厲害誰不厲害 大哥 總之一句 如果你問我 哎 台灣犧牲一下都無妨啊 大哥 值得的 OK 給他打你 然後幾天就可以了 可能真的 就是他就 他就 他就 他倒當 他不只是軍事上倒當 再說一次 習近平可能連地位都不保 所以他怎麼會打 大哥 他打起來 十四億人 現在今天這樣的狀況 裡面都內空了 所以他怎麼打呢 再說一次 如果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告訴你 我牽微 我直接去找聖上 喂 我給你一條好計 你去打吧 你這樣 不過我也想不到 對不起 就是這樣 不過最近做一個消息 我覺得 你美國佬啊 大哥 你都要認真些 你交給台灣那些軍火啊 發霉發臭啊 避彈衣啊 又霉了啊 喂 全部的彈藥啊 過期啊 這件事啊 證實了是事實來的了 喂大哥 拜託認真些些 還有那個交 喂大哥 台灣跟你買武器 就做足了 但是你現在交付那些武器 遲到呢 就是延遲得是很緊要的 這個其實美國那邊都要 就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最新就是F16V 喂 又遲了 有些本來2023年交貨 現在要退到2026年 所以呢 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反映到就是 喂 是不是 華盛頓那邊其實 其實是 不夠貨啦 因為烏克蘭問題 可能這個也有影響 但是 就是是不是重視程度 都會 就是這個是不是民主黨的問題呢 我不知道了 所以呢 其實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軍火的問題 其實都要正視一下 這些軍工複合體 他一直做很多事情了 那我覺得 就算特朗普如果上台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話 你們 台灣要給GDP5% 我就說提醒台灣很多的 志同道合 所有的人都會知道 要跟美國講條件 其中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 交貨 能交貨 沒有交貨 交貨 交貨 不是的話 你怎麼搞的 你基本的這些 你不能交貨 原先今年給的 2022年才給的 我就給了5% 大哥 就是這樣 現在是 對 是啊 就是今天你的生意 要跟他們談 the art of the deal 甚至你要最高的綱領要求 他承認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 跟台灣建交 要擺在那裡的 如果你不擺在那裡 你完全就是覺得 你要我給的我就給 像蔡英文那樣 你要做的我就做 最重要是台灣人 no edge no niche 我就說 現在的情況是險惡的 美國要走一條 繼續又傾又債 又競爭又合作的道路 定位要走一條 阻嚇為主 就是說 你打台北 我炸你北京 殺你豬頭 海豹陸隊 對你 全包散 用這樣的方式來阻嚇 你說行不行 有些可以的 但是阻嚇會有疲勞的問題 你不可以天天講同樣的事情 你會失敗的 所以你就說關鍵時刻 怎麼亮出阻嚇這張牌 這個是阻嚇戰爭 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繼續這樣 不斷這樣講這些話的話 要阻嚇皮奴政 所以我就說 整個政治 是需要有一個 通盤的了解 不是說你阻嚇 天天要做就行 你有些地方要多些 花言巧語 想一下它 你以前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有好關係 我們有好關係 於是每個人都說 說這些話的人 完全都是 和這些特徒才 他是一個抵制者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 我覺得不特別的 有時候就是說 有時候要虛情假意的時候都有 重罪出擊的時候有 阻嚇的時候都有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結果說明一切 就是怎樣使得世界更加和平 怎樣使得戰爭不會爆發 使得美國和盟邦的利益得以確保 不是看表面的情況 不是看那些 左派媒體跟你講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看看Taylor Swift 是不是支持這個Harris 這些東西 這些沒有關係的東西 就是我所以說 希望大家擦亮眼睛 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 來看世界的局面 我想會更加清楚了 嗯 不過我雖然時間都過了 不過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希望在一個最後補充 就是給共產黨看到美國為首的震懾 其實不難 但是我仍然都是 就是不止一次講過 我覺得給共產黨看到台灣自己有能力 OK 是去 譬如射飛彈過來 福州廈門那些 我覺得更加重要 OK 不是叫他真的射 但是如果你有些方法是可以說到給共產黨 甚至 喂 國民黨派幾個人 經常有人去護訪的 那你過去中國的時候 你說 哎呀 大哥 真的 我們這些飛彈可以射到過來福州廈門上海 這樣 就是要你給到一些這樣的信息給共產黨 共產黨又信 我覺得這些震懾呢 是好過告訴你 因為美國 美國佬 美國佬可以做到震懾 大家都知道的了 OK 我們也都不會相信 美國佬不會幫忙 但是如果台灣 就是這個台灣自己都有能力 是可以給共產黨看得到的話 我覺得是更加好 但是這個呢 就要民進黨多些做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是執政的政府 就是這樣 是啊 這是重要的 還有就是有時候很多巧妙的策略 就是 這個陳玉珍呢 或者這個什麼 認曉美的拉弱 就是找一下 其實美國跟他談完才是中國訪問的 就是傳這些信息 是的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說藍綠俠 OK 真的其實是 如果台灣可以藍綠俠到呢 其實挺天衣無縛的 一個是做真面 一個是做罰面 你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到話 那你有空就過去 哇 你不要開玩笑啊 他現在民進黨那些人 真是很厲害的 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一些外交手法 不過 但是現在暫時就沒有這些默契 是藍有空跟你綠俠呢 現在藍都在頭盜著 怎樣跟八去合 大佬 他跟一個沒有柯文哲的八 怎樣去合 繼續是合緊的 雖然這個out of topic 告訴你 五十四加八是一定的 你說我是說的 OK 說知道 你 說知道 是 都是五十四加八的了 是 黃先生和黃國昌正在爭位 大家看到 是 所以看他怎樣去玩 但是爭位 那些八直在四年補到 但是你的民望呢 你的小草呢 那你一開始期間 你都會游 看未來怎樣演化 我會覺得 那些草呢 那些草呢 那些草除了拿來割之外 還是拿來燒的 那你總之呢 就在這四年 二零二八年之前 有幾多草就燒了它 這個就是民眾黨心態 是的 二零二八年就沒有草的了 那就是這樣 我等了整個 不是等了幾天的 因為我們這次遲了 就是等啊 等我的拍檔 啊 講一下這個 美國啊 就是大選前 或者 又或者不是的 一場 就是辯論啊 也都是 第一場的特朗普 和這個 賀錦麗的辯論 那我等 等著 聽我的拍檔很久了 那我們一休息一會 就回來第二節 啊 那就繼續 好 好